谁说人家是草莓族 人家是没担当 我遇到的可真的不是这样 长得我还挺不好意思的 对啊 芋头包是里面有馅吗 芋头切丁小肉 这个就是没有馅的 我还要两个萝卜丝包 这里 我的客家菜包 然后这个是芋头包 里面也是包瘦肉的 我在三角店也买了一个红豆馅的 已经吃完了 这客家菜包这样的 包萝卜丝 然后有虾米瘦肉 然后有黑胡椒 辣辣的味道 很够味哦 重口味的 然后芋头包也好吃 这里面有包芋头香菇 朋友这里不能吃 听话 这调味太重了 然后芋头的皮 赞哦 这好吃 然后这里面有块芋头 刚才有香菇 这里面也是有瘦肉 然后一样调味算重口味的 有点辣辣 嗨大家好 我是阿丹 叫蹦吧 都是开刚一期 把阿丹起下来要订阅 都瞎 我呢有一个就是看我影片的 应该跟我一样是这个陆佩 嫁过来的这样的一个 大陆的这样姐妹吧 他就跟我说 哎呦阿丹啊 你这个讲的台语讲的挺好的呀 我跟我老公说完之后 我老公都在念 我说你怎么不会 哎呦我会的 连成句子的话也不多 我也是想说挑战 这个十分钟这个影片的话 我用全台语来讲 我觉得那我就这个 人生达到一个巅峰了 但是现在还没办法 还没办法 这个我会的词比较多 但就是说很少能连成句子 连成句子说的最顺的呀 可能就是开头这句了 还是这样 我去吃这个什么刘妈妈菜饱了 好多人是不是都知道 咱们中立有这个刘妈妈跟三角店 这两间这个卖这个客家菜包的店 对不对 我之前还拍过一次 我这两家到底哪个好吃 我之前还评测过一次 就是不专业 但是呢就是按照我自己的这个感受 分享给大家 然后我呢 昨天去中立 我就去这个什么 去买这个去了 我跟你说我老 我突然间就想说 哎呀我上次说的是 我爱吃哪一间多一点来着 说啥也想不起来了 站在人家店门口在那看手机 我老公说怎么不去买 我说我看看 我上次那影片 我说我说的是哪家 我更爱吃一点来着 忘了太久没去买了 后来我买了 其实我两家都买了 刘妈妈我买的菜包跟这个芋头包 然后三角店那边的话呢 我买了红豆的 所以说两家我都买了 各有千球 其实他们各有自己的这个粉丝 是这样 然后我就两间都买了 尝尝看都好吃 真的都好吃 之前还有这个 我那集拍的时候 我记得还有这个粉丝朋友说 哎呀我这边的话很久都没有看到卖这个的了 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寄 要不然我就帮你们买寄给你们 都没问题 真的好吃 我觉得挺好吃的 我爱吃 然后我这个在那天的话 我跟你说发生两件事情 让我就是看到都是台湾的年轻人 以前的话呢就有所耳闻的 大家会说什么台湾年轻人什么草莓族 然后没有担当啊 等一样怎样的哈 就是说现在年轻的一代啊 还说起年轻人在重享受哈 会享乐 我觉得会享受会享乐 也是一个人生的态度 有何不好呢 对不对 有什么不好的呢 就是人生在世哈 这个辛辛苦苦几十年 如果说可以利用好 就是如果说他没有给别人造成负担 自己可以负担得起的 比如说自己辛苦工作哈 然后呢为了创造更好的生活 反而去努力的工作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 对不对 有动力呀 才能这样的什么更好去打拼 对不对 所以说也是好事 所以说重这个重享受啊 也是一件好事情 并不说是完全不好的事情 我是这样认为的 那如果说他为了自己这个 要达到某一个目标哈 享受的目标而去努力的话 这也是不错的呀 对不对 人生不就是这样吗 何苦过得那么辛苦是吧 然后呢就是至于说什么草莓族啊 没有担当什么的 我见到的两位年轻人 我给大家讲 就是我那一天发生了两件事情 因为我呀 就是我女儿的一双鞋子 就是凉鞋 有一根那个袋子掉下来了 我想说就只掉了这一根袋子 其他地方都好好的 就是哎呀 去找那个修鞋的补一下吧 然后就想说这个去把这个补起来就好了 别浪费了这双鞋 然后呢去修鞋子 那我前面的话呢 就是有一个男生拿着这个女士包包的袋子 可能是帮老婆或者女朋友去打这个 加打一颗洞 就是像皮带多打一颗洞一样 可能袋子太长了 然后呢那个修鞋的这个师傅啊 老师傅就帮他打 打了一颗洞 然后年轻人就问他说的 哎这样的话多少钱呢 然后老师傅说 十块钱就好了 一死一下 那这个男生的话就拿了一百块给老先生 然后这个修鞋的老师傅呢 就说哎呦 就感觉好像是没有什么零钱的意思 反正就也是帮帮他找 就打开他的袋子 先拿了一颗五十块给他 我看老先生还在拿那个十块的在里面数 然后这个时候年轻人说 不用不用不用了 这样就好 他说哦好大方 就是没有用老先生找 就是也是觉得说老先生可能这样也挺辛苦的 不容易啊 就直接等于说付了老先生五十块钱 对不对 老先生只说收十块钱呢 这师傅 只收十块钱 可是这个年轻人呢 等于说付了五十块钱 我想说哎不错哎 就是多给了老先生四十块钱 我觉得意思意思 请老先生多喝杯喝杯饮料的感觉 这样哎也不错 然后呢 我们就不是说去买这个什么刘妈妈菜包去了 对不对 我们就去买去了 站在那我不是看了一会儿 这个手机之后决定说 哦买刘妈妈的菜包 然后呢再去三角店买其他东西 我站在那看完影片 买好之后 我先生那天去的时候 我们骑的是一台大台的这个机车 就是2249的那台 很大台 我老公就是上车的时候呢 他那边有点坡 他等于说没踩好 你是没踩好 对不对老公 他踩空了 然后呢 他其实那个机车的那个什么叫什么 那脚吗 就是还没有踢下来 然后他那人就是有点歪倒了 机车稍微歪了一下 因为那边是一个坡就比较低一些 然后比较歪一些那边的位置 然后呢 我说哎 他一倒 我以为是整台机车倒下去了 哦那台机车要倒下去了 真的很重 老公你觉得我俩扶得起来吗 应该是可以呀 但很勉强很重对不对 对 真的很重那一台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我哎 我就我只有这样而已哦 然后呢 就是旁边刚好就是走那个骑楼啊 就有两个年轻人 那两个年轻人就马上走上来 就是其中一个年轻人就说 有需要帮忙吗 他是这样讲的 对吧老公 然后我老公其实就是他踩空而已 但机车没有倒 只是机车歪掉了 然后他就站起来了 我就说谢谢谢谢不用不用 我说没关系 然后好好好 年轻人就走开了 我就说哎 这年轻人也很热于帮助别人 这样看到机车倒掉的话 伸出援手 就是我们已经有两个人在这里 但年轻人还愿意说过来帮忙 问询问一下 需要帮忙吗 我真的觉得说点赞 真的是这样点赞 因为我也之前也分享过一次 都是一点小事情 真的是小事情 可是从这些小事情 我觉得你就能看出来说 一个人的这个品质 就是一个人的这个 这个大致的这个什么品德吧 这样讲 他并不是说一定要发生什么 多大多大的事情 真的是细节出真章 真的看这些小事情细节 我不是有一次带我女儿去这个中立 我们两个去这个光南 那天很冷我记得 然后也是我们两个骑机车 那我的那个机车真的是歪掉了 旁边的机车都歪倒倒掉了 就是我停的时候 没有掌握好角度 把旁边停好那个机车 已经撞倒掉了 然后我就哎 我真的我就是有叫出声音 因为我以为说完了完了 我要把人家机车撞倒了 我真的有点怕了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 是两个年轻人一对情侣 其实从我旁边他们已经走过去了 听到我这边就撞到车之后的话 人家马上走回来 很冷哦 那天真的很冷 风很大 年轻人帮我把车扶好 帮我把旁边那个车 其实不是彻底倒到地上 就是也是 因为他那一台挨着一台的嘛 就稍稍歪掉了 然后年轻人帮我扶好了 我也觉得很感谢他们 因为天气很冷 人家已经走过去了 人家完全没 我也没有喊人家 就是没 当他当没听到 他不用回过头来帮忙我 很冷 赶快赶路回家的话 都是情有可原的 可是他们这一对年轻人 一对情侣 真的返回头来 然后帮我把机车这样 两台稍稍倾斜的 也帮我扶好了 很感谢他们 因为我女儿可能帮不上我什么忙 因为他没什么力气 可能这个 我的话也是自己在服务 可是人家过来帮帮忙 然后搭把手这样 所以说你说年轻人 这种小事情 我觉得年轻人 没有那么脆弱 真的没有那么脆弱 说人家重享受 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重享受有啥不好的 那都是动力 我是这么想的 只要他没有破坏一个大原则 就是没有啃老 没有说向父母伸手要钱 钱呢是正经途渠道来的 我觉得说重享受 好那没什么 他愿意花钱 他就要想办法去赚钱 但当然前提就是说 你不能犯法 你要赚合理的赚钱 是这样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的一点点看法 我觉得说没有必要 就是觉得说台湾年轻人 怎么怎么样 看到了一点事情 就整个说很多这样 包括像这个说什么 台湾就是这个行车 行人 行人地狱 是这么说的吗老公 行人地狱是这个词 就是我在我这个评论区 偶尔看得到 那咱们这样 咱们就从我做起 从自己做起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开车 都会骑机车 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那么就从我们自己做起 当我们走到斑马县 有看到行人的时候 我们礼让行人 那这件事情 如果说我们每个人 都能做得很好的话 可能几年 台湾就摘掉了 这个行人地狱这个帽子了 好不好 那咱们就从我做起吧 这没有什么不好的 遇到不好的事情 我们改进了 那就是我们的进步了 是不是这样讲 好了 那今天就聊到这了吧 喜欢阿丹影片的朋友 就点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我们明天再聊 拜拜